新盟政府上任之后 极力推行新国产车计划 如今计划到底进行的如何 国际贸工部部长拿督达勒雷金就宣布 大马新国产车首个车款 将在2021年3月正式面试 这项计划将由私人借注资 而DreamH私人有限公司 受委和日本大发公司合作推出新车 至于更深入的合作和计划细节 譬如说车名和确切的预算 他不愿进一步透露 西盟上任后就执意推行新国产车计划 而如今这项计划终于有一些眉目了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拿督达勒雷金宣布 新国产车计划的第一个车款 会在2021年3月推介 而原型则会在2020年公布 新车款预计是混合动力的 五门式中型轿车 雷金表示DreamH私人有限公司 将会负责这个项目 而新国产车计划将由 私人借注资 预计需要耗资几亿令吉来进行 至于确切数目到底是多少 这还不得而知 DreamH私人有限公司将会和日本大发行 汽车共同合作 可是大发将不会成为计划的股东 只会在研发汽车的技术上供援助 不过自由今日大马也报道说 DreamH这一家土著拥有的公司 其实和首相敦马哈迪关系 非比寻常 这不禁让外界质疑 DreamH的委任 对此雷金否认这一项不识消息 DreamH ha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巴哈迪 我没有想到任何 special relationship 但最有趣的是 为什么他们知道 比你们更早前 我可以确认不 DreamH是一个 至于更详尽的合作细节 雷金和阿德里则不愿透露 仅仅表示一切还在讨论当中 而车名 车型 款式和新车的价位 有关单位会在未来做出宣布 NTV7综合报道